大家好 我是林肥仔 接下來請大家收看 《公司第二代報道歌頂》 吃什麼脆草的料理 我們就來問看看 菜市場的老闆和阿姨阿嬤 他們過年都煮什麼好料 那些館長就煮得很燙 雞肉現在都煮得很好了 鋁骨就在家裡 買那個枝骨才有嗎 回去連雞湯 連連連再煮的湯下去燙香 拌就像現在都切片去 然後用那個溫度拌下去 讓它燙下去 鑽仔頭先炒 鑽仔要再放下去 這樣把它搖燙 搖燙 咦 他們說的 肉 風 滾 沙 這些煮吃的方法有什麼不一樣 煎 約 炒 煎 只要放多少油煮多久的時間 今天滾在這支支部 說給您聽 我們台灣人有消息在說 那雞湯 晚上三餐都吃得很好 三餐都烘 烘 肉 什麼叫烘烘肉呢 就是烘肉 烘肉 跟滾肉 其實這種肉的東西 料理 不是說在平常是飯堂上會出現的東西 就一定要過年過節 請客的時候才會出現 所以這算是很好 以前我們都搖一條這個 小孩子歌 小孩子歌在唱什麼 唱說 黏媽家 黏著腳 叫阿爸 沒豬腳 豬腳苦 豬腳苦 滾軟軟 腰軟軟軟 老嘴軟 真的會聽到老嘴軟 說豬腳一定要用滾 為什麼豬腳要用滾的 不是用煮的 不是用煮的 就一定要用滾的 滾軟軟軟 是我娘好吃 所以要瞭解這些臺灣的 吃實的一些作法 其實我們今天就是 透過節目中介紹給大家知道 我們今天很影響 要聽到我們的飲食作家 而且有作家很難得 他是在過兩邊的 金丁中的作家 和說丹繡華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做這個豐盛的料理 我這個人是這樣 只有在那裡吃都不知道怎麼煮 所以我們今天就跟觀眾朋友 來講一下說 這個煮的過程 還有一些名字 動字 是怎麼去運用 例如說 有錢 有賣的 這些從小人都聽過 但是不知道說 到底是怎麼去運用 老師 你們家的圍路菜 都是這麼豐盛 差不多 都差不多 這裡都有 我們是中部人 中華人 所以過年一定是有 當年菜 雞仔 魚 過年的時候 就一定要有魚 這個魚 它是怎樣的 一種料理 老師你給我們先介紹一下 現在我們在煮的豐盛 他們以前是說 紅燒魚 是 就是 不是這樣 醬油 那醬 一定是 牽筋的時候 已經放過 醬油 所以這部魚 如果在廚房要煮 他就要先過 更不一樣的煮法 有的人就是 一般台灣人就是 要先煎 還是煎 有的人都用煎 煎了之後 再去炒那些料 放那些料 煮一煮 再牽筋 把魚 放在 魚的上面 出來 以前 最以前的 他們是用蒸 放在 人生裡面 蒸 蒸 跟 稍微料理 放在上面 下去蒸 所以 一樣 一部的魚 很多不一樣的做法 因為媽媽做的 就是看你們家 每個人的口味不一樣 看什麼魚都會動 看你們家拜拜 那部魚是什麼 照片給出什麼材料 可以出一半五條雞 五條雞 五條雞就是代表 我們台灣人 以前照片的媽媽 他們很欠的精神 是 原本這個魚 可能說我們為了 為了要保存 因為我們一天吃不完 我們先把它煎起來 煎起來 煎起來之後 它就不會壞掉 比較不會壞 煎之後 放了幾條工藥 我們就要用另外一種料理的方式 而且用的是 吃春的 那種料理的菜 要把它煎起來 把它做起來 都很會變巧 魚要料理之前 要先把它煎過 它比較不會煎 魚都是煎到煎 煎都是肉 譬如說我要做五條雞 之前我不是切三層肉 三層肉有肥的 肥的 肥的的時候 你可以先把它煎出來 把醬油煎出來 然後繼續炒那些 蝦米 香菇 那些菜 炒一炒做會 煎我們上次說 有人問說 煎醬油 是 以前我們台灣人吃的油 就是醬油 有人說炒醬油 也有人說炒醬油 大家所說的方法 可能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家人都會說炒醬油 把醬油炒出來 把油炒出來 還有一個菜 那個菜也是 有時候以前過年過節 還是半島的時候 吃得到就是蝦米 我們一開始就說了 如果要吃得好 就是要三點都要蝦 蝦 蝦 為什麼說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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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都算是蝦 都算是蝦 都算是吃得很好的 就是高級的料理 這是什麼 因為那都要很囂張 其實蝦米 這道菜 我們現在有時候就直接說 因為它是大部分都是用 蝦蝦去煮的 我們直接都說 蝦蝦蝦 蝦蝦 就是有時候就不說蝦蝦 蝦蝦 蝦蝦的時候 他會寫出一道蝦蝦 最早的蝦蝦做法 是什麼叫蝦 他就是要先 之前我有 他寫很簡單 之前我有出力過 是 他把一個蝦蝦裡 把蝦蝦蝦蝦蝦起來 然後放在灶箱裡 慢慢滾 因為有人會說滾 滾其實是時間 比較沒辦法強調 我還是要很長的時間 也比較短 空主要是針對那種 質地比較短的 譬如說你唱到滾豬腳 也有人說放豬腳 因為那個大滾 那個地方 要很久的 要把它放到暖 所以它會說 放在裡面慢慢的空 所以空的時間 比滾的時間比較短 對 比較短 對 如果真的要分辨 它是有一點時間的差別 不過現在有的技 就是這樣通起來 有的人就是習慣說 像我們家都說滾豬肉 我們中華人 中華很有名的就是 烤肉 烤肉其實就是烤肉變的 因為要烤很久的 店的老闆就跟我說 他們不會用三層肉 因為三層肉一烤下去 就軟糕糕 是 譬如推口這個 可以烤很久的 可以慢慢的烤 烤很久的 烤到暖 還要帶 最要吃起來 還要QQ 那種烤肉 就是烤肉 肉一定有滴味到熟 熟水 那個重點 裡面 但是肉不一定要有醋油 有 其實我們剛才說 烤肉 那種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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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烤肉 還有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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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媽媽以前在煮 尤其是烤肉 他種烤肉 就是烤肉 它會熟起來 要比較Q 因為我們台灣人 要吃Q的 東西 我們不然吃 冷酷酷的 你吃烤肉 其實烤肉 烤肉 做法 就是大部分 他都會把他 煮過 拌過 煮也是有 帶一些拌的意思 因為他有 背肉 你把很多油 把它煮下去 那種烤肉 他不是會拌出來 拌出來 他就縮起來 縮起來 你去烤肉 比較耐烤 可以烤比較久 烤比較Q 這樣 不說烤很久 會滑 但是滑到最后 吃起來 又QQ就對了 日常法 還有聽到說 他們那些人 習慣 就是真的 做那個 厚工的家庭 古早的家庭 他們尊修固法 因為 古早 烤肉的做法 他們就是先把他 擠過了 把他放在一個 烤肉裡面 慢慢去 像我剛才說的 要放起來 放在那個 灶坑裡面 不過現在沒有了 現在他可能是 放在一個 鍋裡裡 鍋裡裡 慢慢去烤 要烤之前 還有一個動作 烤 烤 但是台語說烤 有一個平音 烤 就是烤糖 其實我們也有人說 烤糖 就是炒糖的意思 如果糖一直炒 炒到烤 烤 烤 烤起來 再把 脊椎 蓋上去 把他炒炒 烤就是有帶炒的意思 把它上色 讓他有水色 烤 不然是在滾 就是要滾到這樣 讓他烤 又有翻過炒過 炒過 讓他糖色 烤的色 比較稠 稠稠 在那個 推殼的頂端 你再去烤 烤起來就很漂亮 像這個燈魚菜 就是要用 先把滾 要用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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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氣之後 再繼續把他炒過 炒 對 一直把他炒 炒 台語裡面就是 炒菜 第二邊再把它攪拌 這樣就對了 我們家不是第二邊 我們家是有十五邊 因為這個 可能是 對於 威嚕那天開始 一直到十五 每天都會把他炒 炒到這樣 我跟他說對這個菜 我現在對他來說 也是有一個不好的影響 但是沒有啦 這是好菜 老叔你們中部的那個 就是生出這種 因為他這個都要 用來妄洗去 放那些材料下去炒 所以裡面一定要有買錢 豬肉 有在那裡 蝦子 有的人會穿一塊蜜蜜 跟繞繞的青菜 絕對一定要有買錢 是 吃起來才會爽 才會爽 所以你用那個妄洗 把他放在那裡 下去炒的時候 他的形 真的跟那個 另外的形 很一樣 有形 你去南部 他們都說炒了 好 補作孤兒子 裂容很豐富 有地理 有歷書 也有日本跟故事 我們如果在那麼多 萬多青 對我們台灣對的 聽心 是 我記得小時候 如果要過年過節 尤其是過年時 進前我們母親 就很無形 無形這件事 就是要吹過這件事 就是要做菜頭粿 法拉粿要先刷籤 是 刷籤刷籤 較工夫的人 他會炒 炒之前他就先爆香 看你要有的人油蔥 有的人是蝦米 香菇 材料 那是較工 較工的 有的人可能不太工 就是簡單 你就把菜頭刷籤刷 稍微炒一炒 油蔥也炒一炒 油蔥也炒一炒 油蔥也沒有 直接把菜頭刷一炒 炒稍微炒 炒到稍微炒 菜頭刷籤之後 先把它放 淋下去 有的人沒有炒 有的人是沒有 直接煮到軟軟 煮過 放在米粥裡面 這是較工 因為大部分 你菜只要買菜頭刷 白白 那些也沒有炒 那些也是炒頭下去而已 其實我家裡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炒 炒就是比較廣室 那些多性的 更人式 更人式的 他們的菜頭就是有炒香 裡面還放很多料 有的 A B什麼 我們小時候吃的菜頭刷 就是菜頭 跟米粥 就是跟菜頭米粥 比較早可能沒有這個 放這個動作 現在的人吃好 所以我們要先將這些料 先放過 對 那什麼之後呢 就開始下去 淋下去那個 那好的米粥裡面 下去 米粥裡面去蓋 蓋的意思就是說 要蓋 蓋那個粥 意思是說 那米粥 你如果會比較有火 你菜頭要放下去 慢慢蓋 慢慢蓋 慢慢嚼 把它召 召到燈 越來越燙的時候 越來越燙 他們要打過 本來就是水水 是 是 有火的 它會沙流 沙流是不是要越用手 剛可能越熱 腋 NO被打到 也只用嶽 establishment 嶽 Otherwise,需要勤高 挑戰就可以說 現在 sleeping at least 慢慢要蓋... 去弄得三很 麓麵就會變成節目 這樣是用嶽 establishment 可以砌磝 一堆 幾堆下去蒸 丁粿也是有人這樣做 也是用蓋的 它是把鮭齒 它是要軟鮭 軟鮭齒 軟鮭齒 下去沙沙的 用大鍋下去蓋 有的人是用 不用蓋的 直接軟軟的下去蒸 有的人是沒有軟 他就說他把鮭齒下去 大鍋 湯膏裡面 所以那個 如果蓋軟鮭更辛苦 因為那個很大鍋 要很用力 尤其醉後還有湯膏 跟米粥 藍燒火 那時候我小時候看過 我阿嬤 在廚房子蓋軟鮭 我都覺得很出爛 很出爛 蒸一蒸 用軟鮭一起蓋就好了 菜頭蓋蓋後就去蒸 蒸熟 要吃 通常就是蒸 菜頭蓋蒸好不能隨吃 要放下去 要放下去 通常像我小時候 我媽媽都說要過麵才可以吃 讓它重來 鮭齒 切來煎 切來煎 對 煎煎 要先爆香 要煎 爆香 要先把它蓋過 蓋過了 要再來把它蒸 蒸過了之後 吃過來 要吃的時候用蒸的 如果沒有用蒸的 我們其實蒸過已經熟了 所以你要直接吃也是可以 沒有 人家都不會蒸好 隨吃 因為蒸好軟軟 切不下去 切下去會痠痠去 不會 比較不會整塊 煎 尤其你蒸了 蒸了才會切 會開開 煎不整塊 煎 煎 我們去廟裡 去廟廟 廟廟 廟廟廟都不會蒸過 蒸過裡面有菜頭粿 對 蒸過都有菜頭粿 對 我也很喜歡吃這種 家裡或家裡 那裡也是有 含土豆粿 土豆粿 也是叫鹹粿 這類的都叫鹹粿 主要是以米粥 會煮 有的人沒有菜頭 只有含鹽 我們今天有說煮的 有說薑的 有說炒的 有說煎的 有說滾的 有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沒有去說 就燉 燉 其實在我們台灣人的料理裡面 很重要 不過大部分都是 只是 入冬 補冬的時候才會燉補 燉一定要有來尾和多尾 來尾裡面放那些 看你要燉雞 燉鹽 燉肉 燉肉 我們中華 以前很喜歡燉肉 然後放好 放油 看你要放酒 要放什麼 有的人也會想去炒麻油 還是怎樣 國人的作法都不一樣 還要放一個外味 外味裡面有放水 隔水加熱的意思 燉是這個意思 對 一定是有隔水加熱 這樣 煮出來的 燉出來的食材 那些食材 的料理 他會很保留原味 原型 肉也不會乾燥 因為那個肉也不會乾燥 因為那個肉也不會乾燥 他那個火在滾 他那個火在滾 但是傳到 萊威裡面的時候 就是火已經是很溫和 很慢很慢 是 所以他燉出來 時間要久 燉出來 會覺得原味都烘在裡面 還有那個肉也不會乾燥 顏型 所以也是 他相對就是 我們來時說到燉 我們也是說燉 對啊 就是這個雞寫起來的時候 你若是寫花藝雞的時候 你就像燉跟燉 其實看起來都一樣 但是在台語裡面 是兩種意思 對 台語用到燉的時候 可能有人會把燉補 說燉 對啊 也有人這樣說 不過 如果說燉 如果說燉 一定就是那種型的 有來月 外月 這種就是燉 那燉 燉就沒有 燉沒有 當然我們現在用電鍋 電鍋就是 電鍋就是台台 電鍋那種 你也會說燉補 你也會說燉補 對 所以就是慢慢 比較不會 不過我問一些老大人 他如果這樣說 他如果要煮什麼菜 慢慢會 因為要讓它煮得不乾淨 還不維持嚴重 他也會說燉 是 慢慢燉 那不一定要有多月 來月 用燉的時候 不一定要有多月 是 這樣就對了 這樣分 所以這燉 是台灣很重要的 要我們去沸 去煮 去煎 去拌 其實 我覺得這是不是 跟我們吃的口感有關係 滾 空 這樣就燉 燉 燉就是要讓它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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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味 都敵的 所以就用燉 如果滾到空 這 滾到空這兩個就是 有一點點差別的 可以分別 因為 我們聽到滾 意思就是說 要很久的 要把它空 空到暖 但是我感覺 因為我們台灣人 有說一個Q 是 這個就是 有這個特別的 像客家人 他們就沒有Q 這個家裡 是 他們是說綿綿 綿綿 所以他們的 他們的圍裡面 他們是說文 或是文 那種主法就是 小夥一直煮 社會一直煮 一直煮 就是我們 孔 那個意思一樣 但是我們的空裡面 我們就是要希望保留 所以我們 保留 那個Q 那個Q的 口感 在的 所以 口感在的 所以我們的 本作是要空 或是要滾 這有時間的差別 你是用什麼 那種動作下去做 結果就是 會形成那個口感 相比說 你煮 就要煮讓它疏 我們 你滾 你滾的時候 要讓它Q 要讓它冷 其實那種是吃起來的感覺 我們的鎮裡面 裡面有什麼 泡 對 有塑 有塑 塑成這樣塑好塑 他們客戶裡面 客家化裡面 他們就是 他們沒有鎮 這個鎮 他們把那個 鎮 就是 鎮到小的鎮 那個動作 所以他們看到鎮的東西 都會說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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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我們15的時候 7月15日 鎮很多菜 下去鎮 去拜拜 菜鎮 像我們的鎮裡面 還有 鎮 鎮 鎮 肉鎮 鎮 鎮 鎮不一定要油 用火 用大 慢慢火 用鍋 乾 乾 就是乾鍋 裡面不用放什麼 你把它收收收收收收收 讓那些東西變成吃起來 是收收的 也可以把油漸收收 所以動作 我們聽 你說什麼 有的裡面 你就能分別說 大概是 煮出來是什麼 口感 台語裡面其實有很多 煮食的方法 有的你可能聽過 有的你是不會聽過 通常這些水 會黏一些 一些菜 黏到上面 有一些很好的記憶 在這個團圓的日誌裡面 其實你能把家裡的 事大人開港的時候 你聽他們說什麼 說他們小孩前吃什麼 聽他們說什麼 他們的故事 你會發現說 其實原來的主廚跟我們作文 跟土地跟歷史 其實都麻麻麻 沒辦法分開 其實歷史文化 我們說一個比較簡單 其實都在你們島的廚房 廚房裡面 就有這個歷史文化 今天非常感謝老師 在這幾年來跟我們島廷分享 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不要忘記說 要記得要記得 吃很重要 要秀 要秀吃 感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奇這些 聯盟 提醒 我